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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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翠如的家庭背景相信大家都有听闻他确实是名副其实的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千金 据悉黄翠如的霸道黄永华为上市公司联邦集团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有港媒存报照顾 在公司股份上市当日黄翠如一线身的港交所出席上市一事 不过黄翠如一直致力于目前工作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干涉过父亲公司 但尽管如此 黄翠如还是如假包换的亿万千金小姐 至于萧正南相对于老婆黄翠如的家庭背景 当然 简单的多了萧正南出生于普通的小康家庭 他还有一个妹妹 而他的父亲是在成教署工作 所以 萧正南自小就与家人一起住在在成教署的宿舍里 萧正南是长子 而且 父亲管教严格 他自小就懂得担当意很懂事可惜在中学时 父亲因为不幸先后患上鼻尖癌和肝癌 花了不少医药费 令原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变得拮据 萧正南唯有办公度帮补家计 后来 萧父病情越来越严重 身体不知 已无法继续工作 唯有提前退休 家里少了顶梁柱后 加上当时萧正南的妹妹 准备升学萧正南 决定投身社会撑起镇头家 以及挣钱供妹妹读书 直到爸爸临终前 萧正南当时正在外地公干 未能及时赶返见最后一面 这件事也成为了萧正南心中 永远的遗憾 后来萧正南就加入了娱乐圈 成为歌手 从此 他与家庭的命运 才渐渐得以改变 看似来自于两个不同社会阶层 不同世界的人 最后 因为爱走在了一起 身心为他们感到幸福 不管外间的流言蜚语 多么刺耳 小编一如既往相信 当年那就能够撑起 整个家的萧正南 这个萧正南 最后 感谢观看